谁说人到了一定年龄 就不可以追求爱情 我突然发现 人谈恋爱最好的年龄 就是60岁 第一 那个时候你不用考虑 生一胎二胎三胎了 因为你也生不出来了 第二呢 你也不会鸡娃了 都这辈子了 还有什么好鸡娃的 也不会对老公 有过分的期待和要求了 然后你也不会考虑 什么学区房了 工作都不用考虑了 是不是 什么都不用考虑的 那不就是风花雪月 谈爱情了吗 所以你看人的寿命 如果活到80岁 60岁还可以谈20年啊 砍掉你卧床10年 你还可以谈10年了 如果你幸运活到100岁 你60岁谈恋爱 是不是还可以谈个三四十年啊 所以你不要忽略了 老年人的文化需求 娱乐需求和精神需求 婚恋市场原来是为初婚服务 可能未来呢 对二婚人群和黄婚恋人群 可能会更友好 很多人说黄婚恋 你们有没有看 是天津卫视 还是哪个卫视搞的节目 全是黄婚恋 哇 太有意思了 一个大爷说 我要找个保姆 我不给他钱 我就是让他伺候我 还有个60岁的阿姨说 娶我可以拿20万财力 哇 刷爆网络 一谈到营发经济 你们就说去开养老院 大多数老年人生活是能自理的 老年人怕孤独 怕寂寞 怕没有存在感 所以谁为他提供文化需求 娱乐需求 社交需求 你回到家乡 你问一问 你各地家乡的老年大学 你都报不进去 都爆满了 到2050年 中国三分之一的人 是60岁以上 三个人当中就一个是 营发一组 有没有人为他们提供服务呢 提供更好的服务呢 各地的老年大学都已经是爆满了 但是有钱的中等收入以上的老年人 他们的文化需求 娱乐需求 社交需求 前段时间我的思统会来了一个学员 他是做游轮的 豪华游轮的 他70%的用户都是老年人 而且你再去看看日本 日本的老龄化来得比我们早 日本它的经济发展比我们要早 日本有钱的都是老年人 躺平的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很穷 谁在为老年人服务 所以他说到的豪华游轮 70%都是老年人 再看一个数据 在过去疫情三年 你们到各地去旅游 你有没有看到50岁的阿姨 60岁的阿姨 穿着花裙子 到处拍照 到处直播 而且一个都不带老公 活得非常的自如 等我们这代人老了 我们比他们还通通 我们终于知道 钱还是花在自己身上靠谱 人生最大的悲哀 就是我死了 钱没花光 在我死之前要把钱花光光 所以随着70后 80后老了 大概率 他们不会把所有的钱 都存下来留给儿女了 我们父母这代 你给他钱 他还不愿意花 他要存下来 他要给我们 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老了 大概率 我们会想明白 我们不会把所有的钱 都留给孩子 我们愿意延长自己的生命 提高自己生命的质量 所以针对银发一族 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机会 就北京的一个学员 去年找我 他原来是做 少儿舞蹈培训的 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 给孩子做舞蹈培训 考级培训 卷死了 疫情又做不了了 他就转战了 教阿姨跳舞 他的用户 全部都是50岁以上的阿姨 教蒙古舞 教藏族 通过短视频 通过直播 通过线上课 线下课 实现了换道操车 大家都在做 小孩的生意 都在做 艺考培训 他在教 50岁以上的阿姨 谈恋爱不如跳舞 所以阿姨们 通过跳舞 展示了自己的自信 展示了自己的风采 各位 50岁 人生才刚刚开始 20岁 为了考个好的大学 30岁 为了好的工作 40岁 为了老公和孩子 你这一辈子 都在为别人 到了50岁 孩子长大了 老公已经 不对他有期待了 这个时候 你就开始关注自己了 所以他就服务 50岁 55家以上的阿姨 他们愿意 花钱买裙子 花钱做医美 花钱去跳舞 他们要展示 一个全新的生命 其实这帮阿姨 挺有消费力的 所以怎么 做好一个商业 今天 你一定要找到 一个特定的人群 这个人群 体量大 增长快 问题多 这类人群的需求 没有得到满足 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 没有得到彻底的满足 就会孕育出 新的商业机会 新的商业机会 就是新的品类机会 新的品类机会 就是新的品牌机会 如果你们听起来 你们觉得很有感觉 但是你们又听得 似懂非懂 这很正常 因为信机量很大 所以大家如果 想学定位 想学商业模式 我也建议 你们如果需要 你们可以学天地人王 会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 所有的案例教学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讲废话 我的每一句话 值得你去听十遍 我的每一句话的 信息量非常大 大家一定要去 报我的课程 不是因为你报了 我就下一顿饭吃了 是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是有信心 一定会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买了张老师 365的课程 对你的商业思维 对你的创业思维 带来了一些新的收获 我觉得是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去 参加这个365 刚刚全新更新的案例 之前买了365的 可以再去听一下 没有买的今天下班 你们一定要相信 张琪老师可以帮到你 所以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 二